3 2 1 欢迎来到由公共电视 雅虎TV联合直播的一呼百应 几大空 嗨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先刘珊如 我是黄子焦 一呼百应100COS是全新的视讯互动一支节目 来自世界各地的100位线上挑战者 透过一呼百应APP的最新技术连线到棚内 与主持人进行视讯互动 同时与棚内来宾进行答题竞猜 而棚内的两组来宾 则要接受来自线上百人的智慧挑战 这场线上与实境的意志竞赛 最终将只有一位胜利者 能读得3万元的奖金 是一场赢者全拿的残酷对决 来 请看百人包箱 一呼百应 大家好 哈啰 你们好 100位亲爱的朋友们 好 为了证明你们都听得到我们同步的呼唤 现在每个人用右手比个手指爱心 手指爱心 右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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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看到 哇 真的是Live的感觉 好酷喔 还有人在想到底是哪一只手 不要再想了 就是右手 用滑鼠的那一只手 右手 那当然各位也要保养自己的皮肤 因为随时会被我们Cue出来 没错 而且会上节目的 找一个来聊聊好不好 100号好像有写一个什么字 Sandy I love you I love you too 她为什么 她是怎么办到的 她写在哪里啊 为什么她可以写 她不是举牌 她好高举 你们好 你看 哇 还会闪耶 因为像55号就是我的粉丝 她是用传统的牌子嘛 对 焦哥的那个就是写着的 哇 你这个是在荧幕上 天哪 这几个要小心 因为他们应该是骇客 很害 我也爱你们 我也爱你们 谢谢 爱她之前要先过献哥那一关 自己想清楚 你们在哪里啊 Hello 可以派个人 下雨 还会下雨 还有特效 下雨了 下雨了 赶快遮雨 来 可以跟我们对话一下吗 Hello 几位厉害的工程师 感觉 那真正的职业是什么呢 你们的职业 工程师 工程师 被猜中 专业的 我以为他们会说 我们的职业就是 职业3D的粉丝 没有啦 没有这种职业啦 就是走到哪都追踪你啊 那个赚不了钱的啦 谢谢你哦 OK 祝你们得奖 拿到3万块 我们再来找一个好不好 相较之下 55号是不是有点寒酸呢 焦哥 对 就是我的老粉 他就是用传统 他竟然只有一张纸 但是他真的很爱你 你不要这样说 他连LED都没有做 这算谨慎投资啦 我那个一定像日历的背面啊 不要这样 人家好玩痠哦 重点是一个叫做坚持 他跟了我真的快30年 我后来都一度以为 我可能会娶他 我很感动很感动 结果后来他嫁人的那天 我很开心 不是 就是 就是我很替他开心 我还去参加他的婚礼 那是忠实粉丝 亚兰加油哦 今天趁久一点祝福大家 欢迎各位 亚兰加油 欢迎 一乎百一 刚刚隐约听到我们今天的嘉宾 今天这两组也很棒 因为你知道演艺圈有很多的团体 过得很久 我们还是会很想念的 没有错 而且有一组是跟我一起长大的 对 跟你父亲有点关系 好 赶快介绍我这边的嘉宾 资深的天团 现役的巨星 小钟哥 欢迎 大家好 来自修比杜华 还有呢 来自Energy的小刚 小哥好 大家好 这两组都是经典的团体啊 对 小钟哥最近有新的作品啊 对 今年会发行新的单曲 是 什么路线的 是属于那种 有点像江南大叔的 哦 无曲的路线 这个好 这个好 已经突破了 不要再一直唱琴歌 没有人信嘛 因为音乐好腻啊 以前修比杜华的时候 我就想跳舞 但是就是有的人拖累我 是谁 有种你说出来 他女儿现在站在这里 对 对不起啊 这个不应该请他来 对啊 太多了 怎么这样的 恭喜我们主持人呢 可以抢先曝光吗 哭到我还没编呢 没有那么快就编了 我必须说 憲哥是对的 还是不要让他 太自由地放纵自己 客家舞棍啦 对 客家舞棍 客家舞棍期待 期待 那小刚也有新的作品 对不对 对 我来宣传舞台剧 《未婚男女》 现在正在密集的巡演中 是 然后6月1号2号3号 即将在台北的国家戏剧院演出了 大场地 对对对对 欢迎二位 好 不好意思 另外那边是当红的天团 不得了 这个团 迟早有一天 对啊 会异虚红 会跟我们一样 哈哈哈 没关系 让我来欢迎他们 来来来 我们所有100位包厢里面的朋友们 准备好你的尖叫声咯 好 我们要欢迎的是 SPECIAL的明杰 还有Teddy 欢迎 大家好 我是明杰 哈啰 我是Teddy 欢迎二位 两位帅哥 现在在试这个偶像 身为偶像是不是会压力非常大 真的会有 因为经过时光飞逝 SPECIAL 已经剩下我们两个人了 真的假的 没有 不是 我是听说红振离团 这个礼拜 对对对对 新闻一直有出来 那要不要改去加入9%呢 两位要不要考虑一下 还是要加入SUBIDU啊 可以啊 别啦 还来 还有机会的 但是他们两个 其实SPECIAL每个人各有发挥 像你们在主持 其实也不错啊 对不对 然后重点是 今天来是斗志哦 没错 两代偶像 一呼百应100Code 邀请你一起脑袋口袋大进补 在电视机前的你 也能一起参与答题拿大奖哦 赶快拿起手机 扫描荧幕下方的QR Code 下载一呼百应APP 点选跨营答题功能 你就能边看电视边答题 每答对议题就能得到一分积分 累积满五分 就可参加拉霸抽奖 奖金奖品拿不完 而最棒的是 只要你答对当晚节目的所有问题 就有机会参加抽奖 赢得现金一万元哦 一呼百应APP iOS Android 以及桌机版全面开放下载 赶快拿起手机 跟着我们一呼百应拿大奖吧 必须跟所有的包厢里 还有现场嘉宾还有观众朋友讲 不管你是看直播 或是进包厢答题 或是我们在公共电视的时候 跨营答题 我们的题目真的五花八门 上台有看那个王仁甫 跟那个许凤哲 他们玩到最后好厉害哦 对啊 他们当艺人有点可惜真的 这个T恤不知道是包还是别 那也期待你们今天第一题就淘汰 好不好 不可能 这是很棒的艺人 加油哦 两代的偶像 期待期待 那我们今天陪同我们一起作答了 还有我们的律师 是的 让我们欢迎姜黄化律师 欢迎律师帅气的律师 谢谢 律师很帅 好我们马上要进行我们第一关了 请看一下我们第一阶段 不是A就是B 一呼百应一板Course 视讯互动一致竞赛 是三阶段的答题考验 每一阶段答案选项增加 难度也跟着提高 前两个阶段 百人视讯者答错及淘汰 而棚内来宾两人一组 答错两次整组淘汰 最后一个阶段 不论百人视讯者或棚内来宾 答错随即淘汰 最终留下一位赢家 读得三万元奖金 你准备好接受挑战了吗 马上进入第一阶段 不是A就是B 第一阶段不是A就是B 只有两个选择 只有十秒钟 请出题 华人吃的早餐喝豆浆配烧饼油条很常见 豆浆有甜豆浆和咸豆浆 请问早餐店卖的咸豆浆中 呈现细细的雪花状物 是因为加了什么调味料 A醋 A醋 B酱油 好 我们现在看看线上的朋友 只有十秒 还有观众 还有嘉宾 都是十秒 好 现在我们看到我们的包厢里面 大家都蛮茫然的 对 怎么会这么难呢 第一题而已 1号 1号的贵宾在我们包厢里面 很早就进来卡位了 请问你选择的是几呢 A醋还是B酱油 选醋 有没有把握 有 我是来雪齿的 雪齿 雪齿写反了 很雪 是 我觉得我们这个直播 就是什么状况都有 还有写反的 好 我记得他上次来几题就消失了 不小心就挂了 欢迎你再加入 那我们也问我们两组 有没有谁说得出个道理来 就是说因为你们都选A嘛 小宗哥一定知道 小刚刚刚跟我讲说一定要选A 为什么是A呢 小刚 小宗哥 其实就像豆浆跟牛奶 像牛奶遇到酸性的柠檬 它也会解离出来 豆浆也是一样的意思 它里面的那个碰到酸性 它的蛋白质会解离出来 会变得比较有块状的 雪花的状态 是吧 好 第一题呢 应该是都能过关的 我们来宣布一下 正确答案就是A醋 恭喜大家 真的是蛮简单的啦 其实这真的是 大家很爱吃的早餐 加白醋 有人是加乌醋 有些放一些虾米什么的 其实就是像刚刚说的 让那蛋白质凝固 就可以吃到这个咸豆浆啦 头感就跟一般豆浆不一样 非常简单 我们现在包箱已经有很多人 怎么已经有人不见了 有了这么多 对啊 要不就是讯号不稳 也会被踢出去 要不就是答错 好的 我们看看第二题 请听题 你有没有注意过去游乐园玩海盗船的时候 船摆档的次数其实不会每一回合都一样 请问船上的人越多船载重越重的时候 摆档的次数是会越多还是越少呢 A越多 B越少 10秒 船载重越重 那么摆档的次数是越多还是越少 这个平常谁会想这个事情 对 而且现在一定很多人想说 我上次怎么样了 然后做的次数比较少 然后就在想自己的经验了 对 然后那次到底有多少人呢 其实怎么想得起来 太难了 两组嘉宾都是A哦 都选越多 明杰Teddy是真心知道吗 真心知道 可以解析一下 因为人多的时候 他重量比较重 他关系比较大 所以他应该就是会比较多 摆动之处更多 因为他一下就过来 一下又过去嘛 人多嘛 照理书应该是这样 有没有人跟我们刚刚Teddy讲的是一样的理念 72号 你好 来 这位黄色衣服的看起来很有学问 哎呦 好像沈玉琳哦 有一点有一点 有点像 沈玉琳 笑起来更像 我好像 好像 应该是越多啦 是越多吗 你也是选A对不对 那既然我们有可能 我选B 我按错了 你按错 好 既然我们有可能看不到 你可以模仿一下玉琳哥给我们看吗 对啊 你以为你可能快要踢出包箱了 你可以来一个 真的吗 手势 标准手势来一下 好不好 就我打错了 这样子 好像哦 玉琳哥 答错 答错啦 对 来 预备 起 你们在干什么 什么啊 好开心哦 他边边讲了一句玉琳哥没讲过 真的蛮像的 但是很可惜他承认他按错 真是的 谢谢你哦 我们来看一下比例好了 目前包箱有这么多人 是 选A的 选B的有多少 我们大概也可以感受到 待会有多少人要离开了 没想到还有这么多人 25个啊 B选择的是25个人 然后选A有43位 哇 所以B不是一面倒 对啊 来 我们让Sandy宣布答案是 正确答案是 A越多 恭喜两组 也恭喜刚刚的40多位包箱的贵宾 其实它的原理还蛮有趣的 因为海盗船它其实有设定到 某一个固定的角度 到那个角度之后 它才会刹车不继续往下晃下去 所以确实是人越多 它能够摆动的次数就越多 然后到达那个角度之后 它才会让它停下来 所以人多的时候去玩 你可以玩得更久 哦 可以多晃几次 可以多晃几次 对不对 这是一题贪小便宜的题目 很好的教学 生活题 下一题真的是这个动物植物题 这也算是一种生活题 但是平常你有注意吗 来 请听题 请 每年的四五月间 是萤火虫大量出没的季节 萤火虫发光除了球偶 还有什么功能 A 警戒作用 B 散热作用 哇 十秒 加油啊 钟哥 球偶你应该很熟 这个你应该可以 应该是萤火虫很熟 听起来都怪怪的 对啊 我们怎么 好 现在看到 两组一样的答案 也都是选A 有哪一位嘉宾 我们按太快了 让他们模仿了一下 学了一下 没有啦 他们自己低头啦 对啊 他们靠自己的啦 OK 有谁可以有把握 帮我们解题吗 我觉得那个灯会亮 它那个会亮 其实会 敌人在黑暗之中看到亮机会害怕 所以是警戒 它警戒的作用 之前就是有科学家 刚才有研究有发现 就是那个蜥蜴吃到 萤火虫的成虫 然后就那个蜥蜴就是 就死了 对 真的啊 你这段话是比较没有重点 是不是 没有没有 就是跟发亮 什么玩意义 就是它 我以为是它 其实是有警戒作用的 哦 就说别来碰我 碰我你会死哦 对对对 是不是 好 两组都有共同的答案 好 说法不太一样 我们来看看包厢里面 有没有这种动物奇人啊 16号的你好 16号的感觉就很懂昆虫啊 哈啰 它感觉就有养萤火虫 你好 为什么 它哪里看得出来 你是会通天眼啊 不然你问它 你有养萤火虫吗 我没有养萤火虫 但你选择的是 你选哪一个 我选择是A 你也觉得警戒呢 为什么 是真的知道吗 还是猜到 因为以前看萤火虫的时候啊 它每次都会很怕我 然后飞得很远 是是是 飞得很远 那是它怕你啊 不是不是 那是你本身有警戒作用 因为16号 额头也是会发光的 所以大家怕来怕去 这一趴比较亮 你比我亮 我怕你了 我怕你 我怕你 加油哦 我觉得你们应该会答对哦 因为你看我们嘉宾 今天手气也不错 希望你继续在包厢里 答案就是 A 警戒作用 恭喜答对 恭喜16号包厢 恭喜A B 组嘉宾 其实真的蛮简单 因为萤火虫发光 当然就除了求我 还有警戒 他遇到危急的时候 就会闪他的光 所以呢 警告敌人不可以靠近哦 才能驱离他的敌人 所以大家猜测是对的 刚才时间有限 下一题来咯 来咯 仔细听聊二成一咯 请出题 盲肿是24节气之一 落在每年6月6日前后57天 请问关于盲肿一词 是什么意思 A 下手作物 资力开始饱满 B 下到成熟 到鼓掌细忙 我觉得这题会跑掉一些包厢 没错 而且平常 现在都没有人在看农民力了 糟糕 所以很少人会注意 这个节气的问题 好 我们这边的资深偶像选的是B 我们这边的年轻偶像也是选择B 他们都选B 来来来 我们看看正确答案是什么 正确答案是 B下到成熟 到鼓掌细忙 恭喜答对 正确的理论是什么 因为这些都是很文言文 芒种 对不对 以为什么跟芒果有什么关系 但也不是 因为稻子已经结成了种子了 然后它上面会长出细细的芒 就是芒似的那种刺刺的东西 叫芒种 好的 恭喜答对了 好 各位朋友 不是A就是B 这一关还留在这里的朋友 我们第一关结束了 恭喜你们晋级 恭喜恭喜 好的 马上进行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就是谁来出题 这个最近金曲奖大热门 对 而且她是我的偶像 对 她的这个创作跟歌声是一流的 那么你们要注意 其实来出题的是什么人 那可能就是哪一类型 对 跟这个人会有蛮大的关系 比如说像之前 晨晨哥来 对 曾国成 她就出一些跟她节目有关系的 对 还有舞台剧也有关系 那谢哲青来呢 她就懂很多的历史 旅游 对对对 那接下来这位呢 是卢广仲 让我们欢迎她 卢广仲 嗨 娇哥哥的Sandy 现场来宾 以及正在收看直播的网友 以及电视剧前的官朋友大家好 我是每天早上都会吃早餐 晚餐通常都会在晚上吃的 卢广仲 Yeah 好 我现在要来出题了 我觉得每天早上都吃早餐 是一件非常摇滚的事情 我最近也几乎早上都会 自己煎两颗蛋当做早餐 所以呢 我现在要来请问大家 有关于蛋的题目 Scramble Egg是炒蛋 Over Easy是煎半熟蛋 Over Heart是煎全熟蛋 那请问 Sunny Side Up 指的是什么样的蛋 A 只煎一面的蛋 B 两面都煎的蛋 C 水煮熟蛋 第二阶段是三选一 计时十秒 其实这很尴尬你知道吗 有时候出国去饭店 人家要点餐的时候 就会突然说 Oh How would you like your eggs 然后你就要用一个 很标准的方式回答他 Sunny Side Up Oh 对 但是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们看到两组都选A 这个应该知道吧 就字面上的意思 很easy嘛 简单 只煎一面 那两面都煎 不是吗 确定 No 因为Sunny的话 它是太阳的意思 对 蛋黄看起来就像太阳 对 你说太阳那一面要向上面 对 Sunny Side Up Yeah 那我问你 小中哥是这样的 那我两面都煎 我放哪一面都是Sunny 都是Sunny Side Up 那是不是 那就是两面要煎 就是Sunny Upside Down Good job Sunny Upside Down 所以它一个Sunny 天倒了 那个太阳有维持住在上面 所以上面不煎 只煎一面 只煎一面 蛮有道理 现在包厢还有25组 跟你们一起竞争的 好紧张 我们找一个好不好 有带baby的 Hello 43号 43号 你好 这是一个可爱温柔的妈妈 你好 好 怎么称呼啊 韦萱 韦萱 你好 辛苦了 那最辛苦的是带着孩子 还在赚奶粉钱 辛苦辛苦 要不我们就玩到这里 把钱给他 不要假如啦 好不好 他这么辛苦 辛苦了 他这么辛苦 你选哪一个呢 他脸红了 你看他脸好红 你看他 你选哪一个 A B C 哪一个 我选A 你选A 好 也是只煎一面的蛋 其实这题不难 我相信你应该有信心的 OK 好 妹妹拜拜 拜拜 好 我们来宣布答案了 到底是什么 这题答案是 A 只煎一面的蛋 恭喜答对 恭喜我们嘉宾 恭喜我们的嘉宾 包厢里面的 母子党 好 其实真的蛮简单的 这个算是 那个 平常我刚刚就说了 去饭店吃饭 人家都会问你 像刚刚讲的 反而是 scramble egg 很多人会讲 那是什么 scramble就是把你绞在一起 就是炒蛋 就叫炒蛋 对 所以其实偶尔学一些 这种生活 刚刚C水煮熟蛋 应该怎么讲 就是 boiled egg boiled egg boiled egg 好 但这不是题目啊 我们看广众 还有什么难题要考大家 欢迎广众 我在创作的时候 常常会用一些谐音 来传达其他的意涵 譬如说像是 看虚子在那 收来收起 收来收起 收 变成 收 那我的问题来了 我有一首歌 在歌名上也用了谐音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 请问这首歌名的谐音 想要传达的是什么意思 A 想避风头的情绪 B 言避有幸的重要 C 不想言避的心情 请坐的 太简单了吧 很简单 这个是广众题 刚刚就讲了 来什么样的嘉宾 都可能跟他有点关系 对 我们线上只剩下 A 22 是吧 22位 好 我们看看两组的选择 都是C 是 所以今天好像很简单 对不对 这题 蛮简单 因为一般玩音乐的人 功课都比较差一点 真的啦 然后几乎都是言辟的 没有准时毕业的 你看你爸爸 念了八 后 刚刚 他读很多大学好吗 对啊 五六所 读很多大学 这样有什么好炫耀的 大学四年他读了五年 五所啦 换了不同的学校 对 那这边都是C 因为你们都是圈内人嘛 对 大家对广众也熟悉 很熟悉啦 但是我们这个线上朋友 四面八方的 41号 嗨 怎么称呼啊 41号包箱 嗨 嗨 我是许 许小姐 许小姐你好 您是哪里的观众啊 来自哪里 新北市 新北市啊 好 那请问一下 你选的是A B C 哪一个呢 我选C 你是真的知道答案吗 我用猜的 你用猜的 真的有人用猜的 可是猜的跟我们现场来宾一样 说不定会对哦 好 因为觉得演技 好像听起来就是演技 对啊 OK 学生时代的广众 创作的歌曲 应该就跟校园有关 祝你幸运过关 OK 谢谢 谢谢四星一号 灿烂的笑容 好可爱哦 宣布答案就是 正确的答案当然就是 C 不想演 恭喜答对 好 包括刚刚的包箱 还有我们现场的两组 大家都答对了 有人生那样吗 有 没有 有几个厉害的 哎呀 有两组离开了 剩二十位了 最厉害的是我们的血迟姐还在 血迟姐 血迟姐 你真的可以血迟了 是最容易行 而且她是一号包箱 你看她多久以前就来等了 她昨天下午就进来了 对啊 不用来提早站个小孩 我的粉丝也还在 你的那个不见了 一百号 他的第二题就不见了 他的第二题就不见了 默默了就不见了 他默了吧 真是的 加油哦 我想接下来又是跟广众有关了 一定会的 来 请出题 很多音乐创作歌手 在创作过程中 都会加入一些巧思 在音乐作品当中 像是把自己的名字 以及代称 变成歌名 代表自己跟歌曲的一种连结 吴克群就写了一首歌 叫做吴克群 杨千花也唱了一首歌 叫做杨千花 请问我的创作中 哪一首歌有这样子的意思 A 早安陈姿妹 B 蓝宝 C 大人中 请作答 计时十秒 我看这个Teddy脸色很难看 明杰 其实他就偏偏没有一首歌 叫卢广仲 对 我还以为就这么简单 结果题目还蛮难的 蓝宝听起来很像错号 蓝宝 蓝宝 会不会是妈妈 叫他蓝宝蓝宝 或他喜欢车子品牌 有可能 所以故意写一个蓝宝 很难说 两组都选了C 有把握吗 明杰 Teddy 我看你们很茫然 我没有把握 感觉大人中应该 我们也没有把握 可是感觉就是看到他的重 拆开来 有广重的重 对 拆开来就是一个人 一个中 对 这个小中跟小刚 也是这样的相法吗 因为蓝宝应该是一个洗劫精吧 应该不是他吧 我觉得对 然后早晨 这本来是一首歌名 这都是他的 这三首都他的歌 这三首都他的歌 你跟着没 对 没有 我刚才跟小中哥讲 题目没听懂 因为他的代称 以前他的外号就喜欢 那个卢廣仲的粉丝 一定都知道 他以前很小 他妈妈的外号叫他小众 你知道 对 他长大以后就变大众 小众变大众 拆开来就是大仁中 来 答案就是 C大仁中 恭喜两位 两组 他们都讲对了 没错 人跟中加起来就是众 小时候确实叫小众 长大就变大众 说得好 那接下来又是跟广众有关系 但是不是他个人历史 而是音乐题 来咯 请出题 我的2018春季巡回演唱会 预计举办三场 都是不同的风格的音乐 分别是台北的摇滚曲风 还有台中的电影嘻哈 以及高雄的爵士 那爵士乐是我很喜欢的一个曲风 爵士乐手可以透过他们的独奏 展现自己的品味以及风格 那问题来了 请问爵士演奏中常常会乐手轮流演奏 通常独奏多少小节之后会换人 Solo呢 A 4的倍数 B 3的倍数 C 5的倍数 请作答 10秒 现在包厢只有 只剩11个包厢 其实爵士乐真的是一个 蛮free spirited的音乐 什么叫free spirited 非常就是很自由灵魂的 自由奔放的 非常自由奔放的 好 但是呢 漂亮 终于有不一样的选择了 两组嘉宾 终于到此刻有第一次不一样的选择 是 我们这边选择的是B 是3的倍数 是猜的还是真知道呢 明杰跟Teddy来自Special 你们扛的是Special的招牌 来 怎么办 剩下11位了 哪一位52好不好 52号 你好 他一看就像吹长笛的 对 有像赖英里 不然就是那个 赖英里 你好发落实事 那您是哪里的观众朋友啊 屏東 屏東的朋友 南部的 没有LAG 现在我很生气 干嘛 人家在屏東都没有LAG 我们台北工程师是在干什么 他们不是LAG 他们是答错 答错是吗 多读书 蜂蜜怡 3 2 1 好 漂亮 終於有不一樣的選擇了 兩組嘉賓 終於到此刻有第一次不一樣的選擇 是 我們這邊選擇的是B 是3的倍數 你們選擇是B 是猜的還是真知道呢 明潔跟Teddy 來自Special 你們扛的是Special的招牌 還好我們不是爵士團體 對 猜了吧 對 猜了吧 算是 就是印象中應該是3的倍數 3的倍數 像R&B 三拍 是吧 好 那小鐘哥 我跟你講 剛剛他講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理論 小剛說了什麼 對 幾乎他說跳舞的話 那為什麼不讓他自己說呢 你為什麼要當他的發言人呢 小鐘就想要有畫面 沒有 我個人覺得是3的倍數跟5的倍數 都是G數 對 4的倍數跟他不一樣 你用刪除法 我用刪除法 雙數會比較舒服一點 好 就是他的說法 不知道我們線上 你們這樣幫我們看 怎麼辦 剩下11位了吧 哪一位比較像音樂的專長 有沒有 比較像氣質的美女 或者是52好不好 52號 你好 他一看就像吹長迪的 對 對 對 有像賴英里 不然就是那個 賴英里 你好Follow時事 你好 請問你跟龍顏 不是 叫一下 請問你這題選擇的是什麼 我選A 數字的倍數喔 是真的知道嗎 你是學音樂的嗎 不是 可是真的知道答案 還是猜的 猜的 猜的 好 加油喔 我們以為你是學音樂 那您是哪裡的觀眾朋友啊 屏東 好遠 好遠 南部的 沒有Lag 好 謝謝你 歡迎 我們第一位屏東的貴賓 現在我很生氣 幹嘛 人家屏東都沒有Lag 我們台北工程師是在幹什麼 他們不是Lag 他們是答錯 答錯是嗎 對 多讀書 來 答案是什麼呢 正確答案是 A4的倍數 恭喜小鐘哥 還有小剛 好棒 這兩組別擔心 因為在第二階段以前 都有一次失敗的機會 是 Teddy敏捷我們還有一次機會 千萬不要再答錯了 好可惜喔 黃仲哥 這個音樂題目是專長 但是呢 接下來這一題呢 好 請仔細聽 我認為這題應該也會跑掉不少人 是 之前我拍花甲男孩轉大電視劇的時候 跟蔡正男阿爸有一個三分鐘一鏡到底的吵架性 當時在網路上被很多人轉發 那一鏡到底的拍攝其實是需要整個劇組很精細的配合以及默契 接下來我出的題目就跟一鏡到底有關 請問下列哪一個樂團號稱一鏡到底之王 所有的MV都是一鏡到底拍攝而成的 A OK GO B Maroon 5 C CODA LINE 請作答 各位朋友 現在線上只剩下八個 而且雪恥姐已經不見了 雪恥姐還是沒有辦法雪恥耶 我的粉絲也不見了 我的粉絲也不見了 加油喔 目標三萬元 好 兩邊又是不同的答案 我們這邊是A OK GO 我這邊是C CODA LINE 真的知道CODA LINE這個團嗎 中哥 他是音樂的照音很深 柯達LINE是柯達照片還是什麼 我還不及拍攝 我知道Maroon 5的MV很多都不是一鏡到底的 Maroon 5應該拍過 對 OK GO它是很多那種異象的東西 他甚至在那個高空中有拍過 但他不是所有的東西都 對 他好像是一鏡到底 對 對 Teddy直接說他看過 可是他有剪接啊 他很多東西都有剪接 但他是一鏡到底的 看起來像 可是他中間是有剪接的 來 我們聽聽明潔 好像他很有把握 Teddy所有他直接就看過了 對 我看過蠻多他們的MV 然後呢 就是我印象中是一鏡到底 幾乎都是一鏡到底 幾乎都是一鏡到底 非常確定耶 糟糕了 這個很棒喔 因為你們剩一條命 而你們這條 還有兩條命 搞不好又打成平手的狀態 他是OK GO 來看一下我們的網路朋友們 53號好像在跟旁邊聊天 53號 你被抽點了 綠色衣服的 大哥 好 你有答案嗎 你的選擇是什麼 A OK GO 你有信心嗎 我看過 Youtuber上面他們MV 對 有看過的話應該就有印象了 對 都很厲害的拍攝手法 對 他有的那種是爆破的 有的是那個彈珠的 這位選C的人有什麼話 還要聊嗎 好 謝謝53號 他也選A 明杰還有Teddy也選A 還有人選C 答案是什麼 答案就是 A OK GO 恭喜 沒錯 因為真的他們太有名了 還有那個像在跑步機上面跑 然後一直換位子的那一個 其實就是因為大家都覺得 這樣子的樂團 用這樣子的方式呈現自己的MV 就是能夠造成很大的話題 對 所以他們真的每一支都是一鏡到鏡 超厲害 音樂也很瘦 歡迎 那現在呢 我們要宣布一下 兩組都只剩一條命 剛好也要進入第三階段 第三階段就 就沒辦法了耶 好 我們線上還有五個包廂的貴賓 恭喜你們 加油喔 要準備一對一囉 馬上我們要進行最困難的 就是一對一 怎麼樣 會怕是不是 會緊張 緊張 最後三萬塊耶 對我們來講是一筆大錢耶 對客家人來講 對大家來說都是一筆大錢 對啊 不過說實在的 先不管錢不錢的問題 接下來這個階段真的很緊張 因為只有你 你們專屬的題目 對別人答都沒有用了 想偷看也不行 沒辦法 全部靠自己 還有我們五組包廂 三十二四四四三五二五三 待會一序一樣是一對一的出題 是沒有錯 而且我們這個階段呢 會有四個選項 答題時間一樣是十秒鐘 你要知道十秒變四選一 就是說你選擇的時間變短 反應要很快 你就2.5秒看一個 然後趕快按 好不好 加油喔 第一個依照順序就是由小鐘哥和小剛 請聽題 請問以下迅速何者錯誤 A 英國樂團P頭4有四個人 B 韓國男團God7有七個人 C 日本男團V6有六個人 D 韓國男團Seventeen有17個人 請作答 這個算不算數學題 有一點喔 這算數學題 有一點喔 我覺得真的是很倒楣他們 而且他本身是 自己是團體出身 就要注意一下別人的團體在幹什麼 可是這個範圍太廣了 你看有英國的P頭4 有日本的V6 還有韓國的 來 兩位選的是第一 為什麼 因為P頭4個我都知道 正確 Paul McCartney John Lennon 對 還有誰 再來啊 來 John Lennon Paul McCartney John Lennon全世界都知道 剩下兩個多可憐 你知道嗎 最難記的 好 我給你一個George Harrison 還有一個呢 還有一個 Ringo Starr 漂亮喔 答對了 答對了 好 那B呢 為什麼不是B 為什麼不是C C我知道V6就是六個人 而且看他主持過那個校園風神 他們就六個人 那為什麼不是B呢 B跟D在一起 因為我覺得D要湊滿17個人 會比較難一點 拜託 AKB48都48個人了 現在還有101個人的 D馬卡拜託 B跟D在選 因為我們兩個我們在猜 B跟D 所以很明顯你對於韓系的 比較不了解 別那麼熟 太多他們團體好多 所以是猜的 我覺得這1 2分之1機會 交給上帝吧 不用 交給San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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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確答案就是 P頭4個我都知道 正確 Paul McCartney John Lennon 還有誰 再來啊 來 John Lennon Paul McCartney John Lennon全世界都知道 剩下兩個多可憐 你知道嗎 最難記的 好 我給你一個George Harrison 還有一個呢 Rinkle Star 漂亮 答對答對 是音樂人 因為我們兩個我們在猜 B跟D 所以很明顯你對於韓系的 比較不了解 別那麼熟 太多他們團體好多 所以是猜的 我覺得這1 2分之1機會 交給上帝吧 不用 交給San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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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確答案就是 Ding 韓公男團 Seventeen 瞎猫碰碰碰死浩子 太厲害了 我跟你講 真的很複雜 我們讓Sandy解釋一下 好 太複雜了這個Seventeen的意思 來 Seventeen的團員 其實有13個人 那為什麼是17 叫Seventeen呢 因為他們把它全部加起來 13位團員加3個分隊 又有3個分隊 總共16了對不對 那還有1啊 1叫做1個克拉 1克拉是什麼意思 1克拉就是我們Seventeen 他們的粉絲的稱號 就像Lady Gaga的粉絲叫小怪獸 他們的粉絲叫1克拉 叫克拉 大家都是一起的 所以全部13加3加1就是17 果然是數學題啊 好 恭喜囉 運氣好 接下來我們要繼續了 這一回合 這一回合 看看時間內剩下幾組 就要分起來 如果還有時間 我們會第二回合 那你題目講慢一點現在 看吧 我們多聊一下 不是我們講 是外面的人出題 我們OS桑好不好 來各位朋友 接下來是我們當紅的偶像組合 請聽題 2018年5月19日 英國哈利王子與美國演員 梅根馬克爾 在倫敦舉行世紀婚禮 獻殺眾人 請問下面哪一項 不是哈利王子世紀婚禮中 新娘梅根王妃的創舉 A 首位離過婚並嫁入王室 B 佩戴瑪麗王后王冠 C 婚紗非皇室設計師設計 D 首位沒有家人陪走紅毯 計時十秒 這個其實是最近的新聞 是 這是頭條的新聞 而且明杰完全沒有跟Teddy討論 他就已經選好了 你已經選了喔 因為我知道這一題 我們兩個人都沒有辦法 但是我有印象是這個東西 他的婚紗好像不是皇室的 可是題目是不是喔 所以是反的 他非皇室設計如果是正確的話 你就不能選C啊 懂不懂意思 是反的 明杰 明杰不一定可以保身 所以明杰是對的啦 但明杰不... 那是明哲保身啦 你不要互倒成語 好答案是 A 首位離過婚 並嫁入皇室 我們宣布兩位 淘汰 拜拜 拜拜 這個真的太難了啦 似是而非的 很難很難 十秒拿看得完 而且其實今年 他們在報這些新聞的時候 他一直強調說 他離過婚... 所以大家自然而然 就會跳過A這個選項 但是因為重點是 他不是首位離過婚 加入皇室的王妃 其實上一位是1937年耶 我很驚訝 英國皇室竟然這麼open 這個溫莎公爵是華麗新普森 那他呢 當年也是離過婚的一位美國人 那當年被視為 拖累皇室的存在 但現在就變成一個 注入活力的新人 所以其實是蠻不一樣的喔 了解了 這真的沒辦法 我們的題目太難了 好啦 這是運氣的問題 運氣 好啦 接下來是我們 包廂裡面的32號 這位觀眾朋友 你好 好 怎麼稱呼啊 32號包廂 姓溫 溫小姐 加油喔 我們要看看你的題目 容不容易回答 請聽題 好 俄羅斯古典浪漫的作曲家 柴可福斯基 創作許多世界知名的 芭蕾舞劇樂曲 請問 下面哪一部 不是柴可福斯基 創作的芭蕾舞劇樂曲 A 天鵝湖 B 羅密歐與朱莉葉幻想續曲 C 胡桃鉗 D 睡美人 請做答喔 10秒鐘喔 我看他笑得很有自信耶 怎麼回事 莫菲他非常的有信心 很難說 他笑得很開心耶 還是他已經瘋掉了 答案是什麼 你選的32號 我選豬 豬 你選第2號 就是那個睡美人是嗎 1 好 是猜的對不對 好 好 很很 我們來宣布一下答案是 正確答案是 B 羅密歐與朱莉葉幻想續曲 再見 已經很厲害了 衝到最後一關 鐘哥猜對了 好厲害 猜對了 因為只有這個不是三個字 這個 真的 我跟你講其實出題的人 真的有時候會給線索 對 對不對 但這題的陷阱其實在題目裡面 哪一個不是芭蕾舞劇樂曲 其實這四首全部都是柴可夫斯基創作的曲子 都是他的 但是只有B選項的這個 它是一個管弦樂的作品 它並不是芭蕾舞劇 這好賊的題目 對 可是因為大家很熟悉 天恩湖 胡桃錢都一定是芭蕾舞劇 其實可以用刪去法 對 可是尚美人其實也是芭蕾舞劇 大家可以吸收一下 所以主要是10秒 10秒真的太短了 太短了 沒有時間去思考這麼多事情 再出更難一點 好 謝謝 先恭喜你們 你們現在有分錢的資格 人越來越少 是 43號 來 你好 輪到你囉 好 加油 哇他兩頰好可愛 紅紅 像小丸 他現在還要緊張笑不出來 好 請聽題 單品咖啡的沖泡方式 一般用手沖 法式鴨壺 紅溪壺 聰明杯 愛樂鴨都可以 請問 最適合沖泡咖啡的水溫 是攝氏幾度 A 攝氏80到84度 B 攝氏85到92度 C 攝氏93到95度 D 攝氏96到99度 請作答 這是屬於43號包廂的題目 專屬於你的一對一 能不能來分紅呢 來 要選擇喔 要按下去 要按下去喔 好 按了喔 好 小姐 您選的是A B C D 哪一個 C 攝氏85到92度喔 為什麼 為什麼 我看過報 真的喔 哇 她一臉非常有信心喔 對耶 而且雙眼皮很深邃 很美 加油喔 厲害 我們不知道她會不會是小鐘哥 一起來分錢的那一位 我覺得她分得到 真的嗎 因為很有名的那個咖啡品 就85度C 表示她的溫度是最好的 有機會 有可能耶 好 我們來看看答案是 答案是 B 攝氏85到92度 答對了 恭喜 恭喜 恭喜你答對了 馬上我們進入下一位 這好難喔 我的媽呀 就是一對一 來 44號請聽題 維生素C 又稱L抗壞血酸 是人類必須營養素之一 缺乏維生素C 會造成壞血病 蔬菜水果中 含有豐富的維生素C 請問下面哪一種水果的 維生素C含量最高 A 櫻桃 B 奇異果 C 草莓 D 檸檬 好 請作答 其實我們題目很有生魔性 像剛剛講那個咖啡 其實太滾了水反而不好喝 對 太滾了水 我記得它會變苦味 對 你開店你知道的 對 因為它畢竟是一種水果 對 好 來 接下來 44號你這一題 維生素C的含量最高 你選哪一個 Ocean B 奇異果 奇異果 好 我們來看看答案是什麼 能不能換獎金去買一台新手機 讓橡樹變得更好 這次答案是 A 櫻桃 再見 太可惜了 它上次也是打到最後一關 天啊 好可惜 一對一的地方 沒辦法 維生素C 這個是真的難 真的難 有的是拆檸檬 我拆奇異果 我們也拆奇異果 大家都是用酸度來決定 但其實櫻桃的維生素C的含量 是最高的 它的含量竟然有1600毫克 每100公克裡面 但是沒想到檸檬竟然只有40 所以它是好幾倍 酸歸酸怎麼那麼少 維生素C 酸就算了還這麼不重用 對啊 下一位包廂我們看到是52號的妻子美女 你好 有沒有信心啊 有啊 好 加油啊 好 不要害羞喔 仔細冷靜聽題 開始 請 豪梁之變也稱娛樂之變 源自戰國時代的兩名思想家 在橋上辯論 河中的魚是否快樂 以及雙方怎麼知道魚是否快樂的問題 請問 這兩位辯論魚之樂的思想家是誰 A 莊子和孔子 B 莊子和惠子 C 孔子和惠子 D 莊子和莫子 我光聽這什麼詞我都快要昏了 對 對不對 明杰 你們知道答案嗎 不知道齁 Teddy知道嗎 應該是B 真的嗎 好 不要亂給暗示齁 很難說很難說 對 如果這個女生正好正在念書 有可能有教到這一課 這個是國中還是高中的 應該是高中 教材 應該是高中 來 我們看看52號 您選的是哪一個 我選B 莊子惠子是嗎 還是 我選莫子 莊子 莫子 他選D 好 我們來看看剛剛明杰說是B 對不對 那這位同學說是D 答案是 B 莊子惠子 沒想到明杰是對的 再見喔 對不起喔 53號美女 拜拜 你離三萬只有一步之遙 超可惜喔 53號 他第一回合都還沒有答對 你希望他答對嗎 小鐘 不希望 沒有啦 就是大家努力啦 對啦 53號包箱準備聽題 開始 目前台灣最長的省道是哪一條 A 台九線 B 台一線 C 台三線 D 台二線 10 9 8 7 7 7 5 4 加油喔 10秒而已喔 這個聽說最近新聞有爆喔 來 53號的這位貴賓 你好厲害 撐到最後 A B C D 你選哪一個 B 台一線嗎 選台一線是不是 對 你是看過新聞嗎 還是你猜的 好像最近有新聞嘛 這樣 是喔 那我們要公布囉 不能改囉 答案是 B 台一線 正確 恭喜你 他好厲害喔 真的很厲害 因為其實台一線 本來叫做這個縱貫公路嘛 真的是最近的新聞 它是我們台灣西部一條 這個南北向的省道 它其實本來不是最長的 本來是蘇花那一條 東部幹線 結果最近蘇花改不是通了嗎 通了之後呢 我們等於接彎曲直 我們的台一線呢 就突然變成最長的省道了 對 這真的是大概四月的新聞而已 上個月 好 各位朋友 現在的戰況是 有一組嘉賓還留著 是 兩個包廂還留著 馬上進行就是一對一 第二回合 一樣一人一題 加油 答對才有機會分錢 請聽題 可以從他們那邊過來嗎 不行 聽題喔 請問網路遊戲的圈子當中 觸手指的是什麼意思 A 駭客 B 高手 C 新手 D 重度付費玩家 四選一 十秒鐘 不知道二位喜不喜歡玩Online game 小鐘哥應該蠻愛玩Online game的 而且今天我們來賓都是男生 所以應該很有機會要對 但他們很忙人喔 好 兩位選的是D 確定嗎 重度付費玩家 我只能用猜的 因為真的觸手 我真的不知道 不知道什麼意思 做手機顯然很像動物的這個毛 對啊 對不對 但是我覺得高手跟C手 不是用這個形容詞 我覺得A跟D 兩個在考慮 所以你覺得B跟C最不可能 對 答案是 到底最終的答案是什麼呢 小鐘與小剛 能夠以退役偶像之思 最終贏得三萬元獎金嗎 3 2 1 3 2 1 好 兩位選的是D 確定嗎 重度付費玩家 我只能用猜的 對 因為真的觸手 我真的不知道 不知道什麼意思 觸手機顯然很像動物的這個毛啊 對啊 物肌 但是我覺得高手跟C手 不是用這個形容詞 我就A跟D兩個在考慮 所以你覺得B跟C最不可能 對 答案是 B高手 你說的不可能就是答案 曹泰 重度付費玩家 我們叫他課長 對 真的 對 你看這一題你就會對不對 每個人懂得不一樣 不一樣 好 各位朋友 恭喜兩個包廂 現在準備 要不就獨得 要不就是分獎金 好 好可怕 43號 準備好囉 請聽題 以下哪一個人物最有錢 A 蝙蝠俠 B 超人 C 蜘蛛人 D 閃電俠 我個人覺得這一題很簡單 對 這題受分 對 可是女孩子 女孩子不一定愛看英雄片 對 對不對 我們男生愛看 你也愛看嗎 我個人還是最愛Iron Man 你也喜歡看 對 喜歡 但是 43號你選的是哪一個電影角色最有錢 A 超人 超人 超人是吧 Superman是吧 A 你直接說那個答案的選項 蝙蝠俠 正確與否 我們來宣布 正確答案 A蝙蝠俠 恭喜 答對了 有機會分錢了 有機會分錢了 天啊 對 因為蝙蝠俠 他就是一個億萬富翁 超人是個記者 蜘蛛人是個青少年 笑愛教學 被蜘蛛咬到 對 閃電俠是 閃電俠是吸到那個水氣之後 可是鋼鐵人也很有錢 很有錢 鋼鐵人跟這個無線 算過這兩個人誰會更有錢 真假 我覺得鋼鐵人更有錢 真的 所以我們沒有出在選項裡面 對 可惜這給我就好了 恭喜 43號 53號如果你答對的話就要分錢 如果你答錯的話 43號獨得三萬元 緊張 緊張 請聽題 在拍賣市場 以1.04億美元價格截標 成為世界上最昂貴的畫作之一畫作 拿著煙斗的男孩 請問 這是哪位知名藝術家作品 A 范古 B 畢卡索 C 薩爾瓦多達利 D 米羅 這四個人好像都聽過 這都變成變成這樣 好像都聽過 都聽過 卻好像都不熟悉 不過故意找四個都很有名的 對不對 而且達利還給我把那個全名 擺上去 53號 你直接說出 你剛剛選的是哪一位藝術家的名字 范古 范古 我們來看看答案是范古嗎 正確答案是 B 畢卡索 淘汰 恭喜 獨得 53號就是沒有follow我的FB 因為最近我就在幫一個影集 畢卡索在做客座主編 對 每個禮拜都在播 好好看 你看看 再見了 還不趕快把它踢出去 留在這裡幹嘛 再見 謝謝你 差一點點而已 好爽 但是相對的 我們恭喜這位 面紅紅的笑路 三萬人獨得 這是我們開播第一次對不對 獨得 開播以來第一次獨得 藝人也分不到 網友也分不到 好 有沒有什麼話要說 有沒有什麼心得 跟其他想來玩的朋友分享一下 好不好 43號請說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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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這場得了錢 他下一場可以繼續參賽嗎 可以啊 這節目太好了吧 等一下我們下檸檬 我們上去一下 歡迎 43號 你要想怎麼運用呢 怎麼嗎 這筆獎金 用在寶寶上面 什麼用在寶寶上面 寶寶 寶寶 剛剛帶著寶寶的那個 這是剛剛那個媽媽 對 貓妹問一下 你寶寶去哪兒了 你寶寶呢 好可愛喔 孩子媽咪賺錢了 那我是說中的 就我們就說給他 對 你說中的 就是他 你一開始說 我們不要比的錢直接給他 結果比的錢還是要給他 真的給他 比不比都是他的 厲害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 希望大家趕快下載我們的APP 然後我們的QR Code 也可以掃描 一般是練習也可以 或者是一起來參與我們的遊戲 我們也問一下 怎麼樣 鐘哥心得 我覺得真的就差一步 但是送給這個厲害的觀眾朋友 我們也很開心 合理啦 恭喜 他是靠實力啦 來 兩位的心得 來 帥哥 來 這邊是長知識 長知識 感覺很沮喪是不是 敏捷下次選擇要先討論 好 拜拜 下次見 謝謝